冬季呼吸道感染不再是儿童门诊绑手症状 肠胃道问题一均吐起 这个时间呼吸道感染的一个比率在我们的经验上 大概都有大概七成 但是今年看起来大概是一半一半 儿童肠胃炎住院人数增加 医师发现跟吃火锅有关系 吃火锅的时候像那个蛋它并没有煮熟 还有就是说可能在算那个肉片的时候 可能也是简单算一两下就吃 像这种情形其实都会有比较高的感染的一个风险 冬孔口入是细菌性肠胃炎主要原因 症状有高烧不便带黏液 病毒性肠胃炎主要是飞沫接触会呕吐水泻 今年好像是反而是在比较冷的冬天增加 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天气冷 然后又不能外出 那小朋友可能会聚集在一起 两种类型的肠胃炎都有增加趋势 落实居家清洁消毒 食材确实烹煮到全熟 才能让孩子长保安康 大家新闻来本学院李星宏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